早晨早晨,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3月17日星期三早的第一節 我們今天換了一支全新的電容咪 因為昨天我發現很多益友都留言 說咪的聲音質素差得那麼厲害 有些人說好像有回音的情況 後來我換了一支後備咪 但也發現效果不太理想 所以就索性換過一支全新的咪 應該今天的音效方面 聲音實了很多 希望就是這樣,也應該會是這樣 否則又要再換過 今天我們第一節先去跟進 有關疫苗方面的最新情況 昨天有一名38歲的男督察確診 督察確診沒有大不了 但他被發現到 原來在四天前 接種了科興疫苗的第一劑 於是網民又提出質疑 究竟打科興疫苗的成效是怎樣 為何打完之後仍然會確診呢 而且不單止是他本人確診 甚至連他的家人去做檢測的時候 同樣也是獲告知是確診的 另外我們又會看看大陸的疫苗外交 在日本東京奧運會碰壁的情況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 到底那一名38歲督察的個案是怎樣的 原來他在3月12日的時候 已經打了科興疫苗 後來因為他的家人 疑似接觸過患者 於是就去主動做檢測 在3月15日的時候就確診 即是說前後只有四天 打完之後仍然會確診 究竟這次的個案 又關不關疫苗事呢 之前有七個人 藍絲來的 打完科興疫苗之後就拉柴 那些專家委員會 就走了出來一錘定音 就說那七個人本身都是患有長期病的 本身都有各自的問題 所以他們的拉柴 就跟打科興疫苗是無關的 好了 現在這個督察 他打完之後又會確診 到底有關不關事呢 專家委員會 要不要出來判斷一下 最好找許樹昌教授出來評論一下 現在他最喜歡做評論 應該問一下他的意見 這件事關不關事呢 許樹昌教授未曾發表偉論 但是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奇恩就說 所有臨床數據都顯示 疫苗需要打完兩針 保護性才能確立 勉強說得過去 但是科興疫苗第一針的整體有效率 低到只有百分之五十點多 打完第二針之後 也只是升到百分之六十二 而且這個數據也是有限數據 現在正正出現了第一宗 在香港打完第一針科興疫苗之後 仍然確診的個案 其實衛生防護中心很應該走出來界定一下 到底這一名確診的患者 他的確診時間是何時呢 到底是打科興之前還是打科興之後呢 這些是以科學求真的精神來處理才行 不能夠和嘻泥 當然有些專家心裡也有一個既定答案 就是凡親有衰就是你衰的 當然跟疫苗無關 問題是市民都想知道 到底他的確診是在何時出現呢 而且他的家人都說受到感染 到底感染途徑和感染源頭是怎樣的呢 而且這個個案正正就是 打完科興第一針之後 他仍然確診 到底打完科興之後 是不是真的有效地降低得到呢 一旦那個人感染了武肺之後的傳播機會 市民都會想知道這些訊息 你衛生防護中心最好出來交代一下 另外一件事就是 原來在智利那裡 他同樣也是打科興疫苗的 何柏梁總監就說 智利有32%的人口已經打了第一針科興了 不少人還打了兩劑 即是已經完成了有效的接種 但是智利在過去30天的確診數字 就不跌反升 又要問問那群專家 你出來說說 尤其是許樹昌教授 你最喜歡就著科興來發言 你講到這個科興這麼多 為何智利的情況是這樣 難道別人打錯針 或者別人不會打 沒有理由 都是這樣打的 你不如出來說說 因為許樹昌教授對於科興 好像推崇備致 不過他自己是不打科興的 他自己去打復必泰 不知為何會有這樣的決定 但你最好出來說說 這是你最喜歡就著科興來發言 你講到這個科興 天上有地下無一樣 接著我們就看看 到底大陸的疫苗外交 如何在日本的東京奧運會 樹碰壁 他們在上星期的時候 主動向東京奧運會 提供大陸製造的疫苗 但遭到日本方面的斷言拒絕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宣稱 將會為未來兩屆奧運會的參賽者 採購中國製造的疫苗 而且所有的費用 都將會由國際奧委會支付 往往這些國際組織的頭領 就是喜歡對中國靠攏 而且很主動和積極地配合中國 所以為何當時特朗普總統 這麼不喜歡這些國際組織 就是這樣 因為這些國際組織似乎 給人一種感覺就是 你專門為大陸服務 那你到底是國際組織還是中國組織 大陸方面主動提出 要為東京奧運會和北京東奧會的參賽者 提供疫苗的劑量 但日本奧運大臣遠川諸代已經說了 參加東京奧運會的日本運動員 不會接種大陸製造的疫苗 因為日本在事先 對於國際奧委會和中國達成的 所謂的疫苗協議 也是一無所知 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協議 純粹就是 中國和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之間協定 連主辦奧運的東道主他也是不知道的 他也是一頭無水的 難怪別人炸了 這個遠川諸代大臣還說 國際奧委會事前未曾就這件事 和日本方面作出任何的溝通 而日本運動員 也不可能接種那些 沒有獲得日本官方認可的外國疫苗 就是說 斷然拒絕了大陸所謂的好意 當然大陸喜歡為東奧會的運動員接種 這就是你自己的事 因為東奧是你自己舉辦的 但是日本那裡你又伸手去 那現在別人就不理你了 而且在這件事曝光之後的第二天 美日印澳四方會談 就立刻開了一場會議 而且在這場會議裡面 作出了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決斷 就是要為東南亞的國家 在2022年底之前 提供10億劑的疫苗援助 明顯就是要拿來對抗大陸的疫苗外交 美日印澳四方會談裡面 他們是怎樣說的呢 他們就說四個國家是會互相協作的 印度就負責來製造 這個又很正常的 因為印度本身就是一個醫藥的大國 而請你有四個國家一起去支援它的時候 那個產能一定是會有所提升的 美國就負責提供技術 因為這些10億劑的疫苗 其實就是用強生的藥廠的技術 另外美國和日本又會提供資金 澳洲就會提供物流 所以四個國家就會互相協作 這些疫苗會運到哪些地區進行支援呢 就會運到東盟的國家 太平洋地區和其他地區 東盟國家其實就是冰家必爭之地 因為大陸又想拉攏東盟的支持 現在美日印澳又想拉攏東盟的支持 問題就是中國和部分的東盟國家 在南海地區有個主權爭議 比如說越南、菲律賓和文內已經是 這三個其實也是東盟國家 但是也有部分的東盟國家 就是和中國保持著非常友好的關係 所以到底東盟會向哪一邊靠攏呢 現在這10億劑的疫苗 也會提供到一個很關鍵的作用 另外印度總理莫迪在Twitter上寫到 印度強大的疫苗生產力 將會在日本、美國和澳洲的支持下擴大 其實在這個10億劑疫苗的計劃當中 印度應該是最受益的 因為現在出錢的就是美國和日本 出技術的就是美國 印度純粹提供到生產力 當然啦 那些訂單一定是向印度的藥廠去下 所以印度方面一定是最受益的人 莫迪就叫做多謝甲盛衛 現在看來的情況就是 大陸成功地在疫苗外交上獨佔 向不少落後國家提供到中國製造的疫苗 當然有些是送的 有些是賣的 不是說無償援助 現在美國的應對辦法 似乎是先處理了國內的問題 先幫美國人接種疫苗 得到有過剩的產能之後 才慢慢向其他國家援助 我認為這個辦法也不是壞事 因為你無論如何都要先顧好自己的經濟 你無論如何都要先顧好自己的 你無可能一開始就要向其他國家進行援助 這個其實跟他本身的國家利益有抵觸 現在他承諾了2022年的時候 提供10億劑的疫苗 其實這個數字我估計都是大概準確的 因為現在美國的接種疫苗的數字是升得很誇張的 在今年年底 美國就應該能夠完成得到全民接種疫苗 他在搞定了自身的問題之後 才去援助其他國家 其實也是相當正勞的 現在就算大陸說 真是獨佔到額頭也好 但是大陸製造的疫苗 到底它的質素是怎樣 效果是怎樣 大家都有眼見了 所以就不是說他可以接觸先登 能夠拉攏得到其他國家的民心 別人都要看看到底他買回來的疫苗 因為真的有些真金白銀買回來的 到底能不能夠真的控制得到的疫情 如果控制得到的就好地地 如果控制不到的 到最後竟然是要靠四方會談所提供的援助才能控制得到的 那你說那些國家會怎樣想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